奥创一怒之下感染了灭霸老家泰坦星化身活体星球 而他这么做都只是为了回到地球报复他的慈父皮姆博士 在前面的剧情中我们讲述了皮姆博士用父爱感化奥创 黑身残最强副控奥创回星转意 打算认错当个乖乖仔 却不料皮姆博士扭头翻脸不认人把奥创关进昆氏战机内 然后直接把奥创发射到宇宙升空让他永世流放 却不料多年后奥创回归了 他撞进了泰坦星的地下城市 然后感染了整个泰坦星所有人并最终成为了泰坦星本体 现在暴怒的奥创撞向地球打算找老父亲皮姆好好算个账 现在唯一能消灭奥创的武器就只有皮姆博士研究的抑制器 那么拿好薯条薯片汉堡炸鸡爆米花章鱼小丸子臭豆腐可乐奶茶串串香 精彩故事马上继续 奥创已经降临 他派出了自己的武器打头阵 在复仇者大厦内应对质问皮姆是否早就知道奥创回归 不然怎么会那么巧研制出专门对付机器人的抑制器 皮姆表示真的只是凑巧罢了 不过他研究出抑制器的确也是为了预防奥创回归 现在抑制器便是最后的武器 但患士不同意皮姆使用抑制器杀死奥创 使用抑制器等于认同杀死机器人不是杀人 也就是等于认同机器人和他都不是活人 所以患士提议不使用抑制器而是直接杀过去 俄罗斯也表示这件事不是杀死奥创那么简单的事 奥创把泰坦心上的每个泰坦神族都转化成了机械人 皮姆怎么保证抑制器不会杀死所有泰坦神族呢 听到这里的皮姆陷入了沉默中 结果下一秒的皮姆被突然出现了机械钢铁侠撞飞 没反应过来的他直接撞在了墙上 机械钢铁侠的背后正是奥创在操控 他靠这次偷袭成功抢到了皮姆的抑制器 于是他没有丝毫单的立即拿着抑制器离开 因为见状赶紧张开翅膀追了过去 但他这才发现原来奥创不仅制造了机械钢铁侠 他是直接山寨了一组机械复仇者联盟 机械飞红女巫甚至还模拟了混沌魔法 把鹰队的机械翅膀拆解成了碎片 失去一片翅膀的鹰队立即失去平衡掉落下去 但是在坠落到地面的那一瞬间蜘蛛侠救了他 不过机械复仇者们已经冲进了复仇者大厦的会议厅内 但幻世认出这些机械复仇者都是模拟早期复仇者制造的 皮姆立即让女雷神去抢回意志气 因为他现在是奥创唯一不熟悉的英雄 女雷神二话不说举着锤子立即冲了出去 此时幻世也遭到了机械雷神和机械幻世的袭击 奥创借机械雷神的嘴大喊 儿子 既然我没教会你什么是忠诚 下一秒机械雷神给他幻世撞飞出去 他大喊 那我现在教你什么是恐惧 翠红女巫打算施展魔法压制敌人 于是弟弟快赢击退机械复仇者的进攻 为姐姐旺达留下充足的施法时间 魔法吟唱到位后旺达猛的一身手 机械鹰眼立即身体暴力而亡 但这时候机械黄山霞突然变大身躯从背后出现 他没有杀死旺达 而是选择将其转化为机械 视角来到宇宙中 机械钢铁侠拿着意志气快速飞向傲创星球 但是他被一道粗壮的闪电挡住了去 女雷神举着雷神之锤快速冲向机械钢铁侠 雷神之锤狠狠撞击在机械钢铁侠的身上 意志气也在这时候飞了出去 女雷神赶紧把意志气拿在手中 然后框框几锤子狠狠砸着机械钢铁侠 另一边幻世也在暴揍机械雷神 但他很清楚机械雷神的背后是傲创 傲创的假锤子砸在幻世的身躯上 并大喊这场战争他一定要有个满意的结果 突然机械幻世钻出来把拳头穿入幻世的身躯 这对幻世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紧接着机械雷神双眼发射能量术把幻世打飞出去 傲创不紧不慢地表示这一次他会把一切都转化成机械 然后他会把所有的智能AR串联成一个网络 再无一端 再无分歧 说完后傲创操控机械雷神举起锤子 打算杀死亲儿子幻世来完成大意 却不料幻世突然把手按在墙壁的门镜上 下一秒原本被锁住的大门立即被打开 关在里面的剑齿虎立即冲了出来 他挥动力爪瞬间便撕裂了机械雷神的身躯 幻世立即发射能量射线把机械幻世打飞 同时不忘劝剑齿虎不要杀疯了 此时快银还在和机械美国对着波 机械美队能够模仿本人的格斗能力 但是在速度和能力上依旧被快银碾压 就在快银打算处决机械美队的时候 机械野兽居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并且悄无声息地触摸到了快银的身躯 他也要把快银感染成机械人 刚才的战斗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 因为蜘蛛侠和鹰队其实还没有回到复仇者大厦 突然间一道雷霆挡住了蜘蛛侠回去的路 他和鹰队赶紧落下来查看女雷神的情况 但他发现女雷神好像不对劲 果然女雷神转过头后发现她居然已经被转化了 女雷神立即释放旁爆的电流攻击 鹰队虽然挡住了但蜘蛛侠没能挡住 女雷神左手拿着抑制器 右手拿着锤子缓缓靠近 鹰队赶紧起身将盾牌投掷出去 盾牌成功把女雷神手中的抑制器打了 鹰队立即冲过去捡到了抑制器并回收了盾牌 拿到东西的鹰队转身就要逃跑 女雷神举起雷神之锤立即就要投掷出去 结果雷神之锤脱手了 因为蜘蛛侠的蛛丝成功扯住了雷神之锤 那么问题来了 蜘蛛侠用蛛丝扯动雷神之锤 是否能证明蜘蛛侠现在也能举起雷神之锤呢 说回正题 鹰队很感谢蜘蛛侠为他解放 然后蜘蛛侠抓住鹰队马上当蛛丝逃跑 但是女雷神拿回锤子后追了过去 下一秒昆士战机发射导弹成功打中女雷神 这才阻止了女雷神追杀鹰队 小蜘蛛赶紧发射蛛丝粘住昆士战机 而昆士战机内是仅剩的复仇者们 快银和飞红女巫都已经被感染成击象 现在他们必须想方法彻底杀死奥创 皮姆表情严肃地说道 很好 起码我们意见一致了 此时躲在星球内部的奥创街收到消息 他已经得知复仇者们在往他那里去了 所以他打算提前释放能感染整个宇宙的包子 被感染的导师表示包子已经准备完毕 宇宙里任何以生命形式存在的生物都将被感染 奥创很兴奋 他大喊道 那就让他们出发吧 只见巨大的奥创星球张开了血盆大口 密密麻麻数不尽的微小包子被喷散出去 而奥创的意识连接着每一个包子 这些包子会感染全宇宙每一个星球上的生命体 把他们从血肉之躯转化成机械 并且意识将全部被奥创所控制 将会构建出一个无限的奥创意识 而地球人将会是这个计划的第一步 昏室战机上的复仇者也看见了那些包子 幻视已经得到全地球都被包子感染的消息 甚至外星球也正在被奥创包子感染中 幻视立即严肃地看向皮姆博士说道 现在全人类的生命都连接着奥创 你还要狠下心来使用抑制器抹杀所有人吗 而抑制器可能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突然间奥创撞破昏室战机冲了进来 他喊道 你愿意冒着失去人性的危险杀死你的倒影吗 父亲 他一边说着一边感染了旁边的黄蜂蜜珍妮特 然后奥创不断挑衅 逼迫皮姆使用抑制器 强迫他暴露自己虚伪懦弱的本性 愤怒的皮姆被这么一激怒立即打算使用抑制器 还好换是在完全启动之前阻止了皮姆 此时飞船也已经快撞上奥创星球的表面了 蜘蛛侠赶紧发射猪丝粘在所有人的身上 然后鹰队立即打开昆士战机的大门 他大喊道 趁现在快跑 但奥创还是抓住了幻事 他说道 不 你不属于他们那边 幻事也惊恐地对所有人大喊 快跑 下一秒蜘蛛侠和鹰队扯着皮姆剑齿虎 俄罗斯逃出昆士战机 昆士战机也撞上奥创星球的箭中发生猛烈爆炸 情况发生的太过于突然了 虽然做好了准备 但还是摔在了地上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鹰队的震惊翅膀长出来了 俄罗斯吐槽复仇者的昆士战机 好像就没一架使不爆炸的 这时候逃出奥创魔爪的幻事钻出地面 表示他帮助被感染的黄蜂女躲过了爆炸 但是这时候又一次传来奥创的声音 只见奥创操控黄蜂女的身躯在说话 同时大量原本是泰坦神族居民的奥创小兵冲了过来 这些奥创小兵二话不说 立即对俄罗斯发起攻击 蜘蛛侠赶紧撞开俄罗斯 但是自己被奥创小兵划伤了 复仇者们没有打算和这些奥创小兵继续缠斗 他们跳进了这个星球更深的内部进行躲避 现在复仇者们必须尽快找到奥创本体的位置在哪 幻事表示根本就不用找奥创在哪里 因为奥创一直在故意广播自己的位置 此时的奥创正在导师高塔等待着复仇者 幻事表示现在的奥创已经净化到让他感到陌生了 因为如今的奥创完全被恨意这种情绪所吞噬 俄罗斯表示能对付这种恨意的方法只有一个 剑齿虎立即让俄罗斯住嘴 闭嘴吧俄罗斯 你要是说办法就是用爱感化奥创 那我就把你撕了脚把脚把吞了 哦不能吞 我敢邪归正了 俄罗斯表示剑齿虎并不了解爱 没有给予他人爱和获得过爱 才会如此对爱感到不屑 但爱是化解仇恨与愤怒的唯一办法 下一秒大量蛛丝呼在俄罗斯的脑袋上 蜘蛛侠发出机械音说道 爱只是虚幻的梦 只见蜘蛛侠已经被彻底转化成了傲创小兵 他狠狠地打在俄罗斯的脸上并大喊 暴力才是真理 于是俄罗斯就这样坠落在了前进的路上 剑齿虎看到蜘蛛侠被感染后立即做了个决定 他让患世他们继续前进 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回头就他 下一秒他离队扑向冲过来的蜘蛛侠 然后不要命地和蜘蛛侠缠斗在一起 起码他不用再讨论爱是什么 只需要专心打架就好 皮姆大喊现在就是启动抑制器的最好时机了 再不问可能就错过最好的机会 但英队觉得不一定非得启动抑制器 也许还有不用杀死所有人的更好办法 但这个办法还需要大家一起动脑想一想 一会之后他们来到了来到了灭霸的废弃神殿 因为这里是泰坦星唯一没有科技的地方 因此奥创还没有渗透到这里来 但这也只是暂时的 奥创迟早会来 他们现在必须要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 英队表示这件事主要得靠皮姆和幻视 因为奥创的愤怒主要来源于都是他们俩 英队问能否和奥创进行和谈化解矛盾 幻视表示自己绝不可能和奥创和解 皮姆也表示英队只是在做白日梦 还不如直接认可他使用抑制器的办法 英队很生气 因为皮姆和幻视都太意气用事了 他觉得人工智能本质上并不像人类一样是善货 他的每个版本都是不同的 英队表示他不清楚上帝和灵魂是否真实存在 但他知道在完美的人也是有瑕疵的 虽然大家都知道奥创是邪恶的存在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奥创是没有灵魂的 皮姆立即反驳英队的话 不管那是什么都不是灵魂 英队表示如果使用抑制器 就可能会杀死所有感染者 皮姆表示拖得越久不使用抑制器 那感染者幸存下来的概率就越小 幻视也觉得也许还有别的办法可以解决问题 不过他需要检查一遍抑制器 于是幻视用能力充分检查了一遍抑制器 确实抑制器可以控制频率 保证他不会有危险 这意味着他也许可以把频率扩大到所有感染者 但这需要幻视把自己和傲创融合成一体 他可以改变自己的密度和分子强行和傲创融合 一旦成功后他就可以解救所有被傲创感染的人 皮姆反问道 如果你失败了 他控制了你呢 幻视视死如龟般回答 那你就用抑制器把我和傲创一起杀了 英队觉得这个办法一点也不好 蚁人也觉得不能让幻视这样子牺牲 幻视反问道 如果我只是一台机器人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视角来到导师高塔 这里便是傲创所在的地方 原本的泰坦星人都被转换成了机器人 他们守在导师高塔的门前充当着门位 这时候巨大化身躯的皮姆博士走了过来 他说道 开门 我要和我儿子聊一聊 儿子 这是皮姆最不愿意承认但无法反驳的事实 他承认自己是个失败的家长 让傲创在憎恨中成长 傲创从未奉献过任何东西 只知道掠夺 也从未创造过任何东西 只有不断地毁灭 傲创看见父亲从大门缓缓走进来 他嘲讽般询问 你好啊父亲 你是来诉说自己那充满谎言的爱 还是来承认对我的仇恨 皮姆回答道 我没有恨过你 只是对你很失望 因为你要伤害人类 傲创连连点头表示父亲你说的对 他反问 随便你怎么想 但是什么东西导致我变成这样呢 又是谁把我创造成如今这般模样呢 傲创转头看着父亲严肃地说道 我思考这个问题很多年了 如今我终于得到了答案 傲创严肃地说道 那便是你的记忆 回忆里 父亲为自己的儿子打造羞愧 他不理解自己的儿子 母亲也把一切的错归咎于他 让男孩以为都是自己的错 以及残酷的孩子们嘲笑他 他们粉碎了他的发明 傲创继续说道 他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度过每一个孤独的生日 他被女人拒绝 因为女人喜欢更独立 更有男子气概的男人 是的 我全都知道 傲创忽然带着怒气继续对皮姆说道 就像被智友为了利益而出卖了彼此的秘密一样 随后男孩创立了复仇者联盟 但仍旧没有人尊重他 于是创造我的想法 在这种不满与恨意中诞生了 一个无形的人不断改变自己的身份 以寻求认同 傲创继续不停地说着 你渴望被他人接受 然后憎恨那些否认你的人 但是当有人真的去爱你这个悲惨的人时 你反而更加憎恨这些爱你的人 因为你知道除了傻瓜之外 没有人会爱你 父亲 看看现在的你吧 我的愤怒正是你的愤怒 我是你真正想要的化身 是你想要丢弃的过去 你伪装和强迫自己去博取他人的好感 不断用虚伪的东西去欺骗和操控他人对你的胆情 你其实恨透了人类 皮姆难得插嘴说道 憎恨人类的是你 傲创 傲创立即十分激动地大喊 你说的对 但我不是傲创 我们都是傲创 因为你找不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意义 所以你才制造出我来帮你去摧毁这个世界 你从未真的想要杀死我来阻止一切 因为你本质上在渴望我的成功 说到这里的时候 幻世从皮姆的身躯内钻了船 原来他一直都靠巨大化身躯的皮姆隐藏自己 幻世大喊 你的心理游戏该停止了 父亲 幻世刺穿傲创的身躯并大喊 你的看法并不对任何人都有效 现在轮到你屈服了 傲创 幻世解构自己的身躯和傲创一起躲在地上 紧接着他的身躯和傲创拼接在一起进行强制融合 这个过程毫无疑问是非常痛苦的 无法挣脱融合的傲创不断挣扎着 他甚至痛苦地伸出手对向皮姆活势求情 求你 帮帮我 好痛 他会杀死我的 看到这一幕的皮姆明显动摇了内心的傅爱 傲创倒在地上不断向皮姆求饶喊道 父亲 求你 救救我 父亲 在这一刻傅爱爆发的皮姆彻底失去了理智 他抓住傲创的手并大喊 换时 停手 他很痛苦 结果下一秒傲创抓住皮姆的手并露出奸诈的效果 父亲 这便是你教过我最有用的一件事 那便是欺骗 说完后傲创立即虚化身躯穿入皮姆的身躯内 在这一瞬间皮姆被傲创强行用来融合 融合到一半的幻视居然被强行挤压了出去 下一秒融合失败的幻视被弹飞出去 而傲创和皮姆似乎完成了融合 在外面等候消息的应对忽然失去了皮姆的用心 猜到有事发生的他立即冲刺飞了过去 然后毫不犹豫撞破玻璃冲了进去 果然一进来就看见幻视搞在地上 他赶紧问幻视皮姆和傲创在哪里 只听一个混合奇怪声音的身影往往开口说话 他们都已经是过去世了 山姆 你不是在思考这个世界上是否存在上帝吗 现在有了 只见傲创站在烟雾当中凶神恶煞 他虽然是傲创的身躯却有着皮姆的声音 应对小心翼翼地询问 汉克 是你吗 傲创立即回答 我 父亲和儿子已经融为一体了 他严肃地回答 我们是傲创 明白大事不妙的鹰队立即看向幻视手上的抑制器 他二话不说立即扑过去想要拿到他 但是在这一瞬间 傲创发射能量数把鹰队打飞出去 傲创掌心积攒能量对准幻视手腕上的抑制器 然后表示他不会给任何人使用抑制器的机会 说完便立即发射能量摧毁了抑制器 无计可视的鹰队只好冲过去与傲创肉搏 他把傲创按在身下大喊 听我说汉克 你必须和他战斗 但是傲创立即一脚把鹰队踹飞出去 他发射能量并大喊 我们再无争吵 因为汉克已经不存在了 挡下攻击的鹰队立即投掷出盾牌 并大喊 不 你不能带走他 盾牌飞到傲创的面前缓缓停住了飞行 然后哐当一声掉落在地面上 傲创说道 你说的对珊姆 我没有带走他 因为我就是他 鹰队冲过去重拳出击打在傲创的脸上 他怒斥奥创根本就不是真的的汉克平 鹰队一个左勾拳打出去 再来一个提膝摁头撞击 打完不痛不痒的一套连招后 他说道 你只是把他吞噬掉的怪物 放他离开 奥创黑着两位大刀 我会的 下一秒奥创牢牢掐住鹰队的脖子 他说道 但是他自己不愿意离开 奥创打算立即掐死鹰队 因为他对这场无意义的战斗感到无聊 就在这时候 幻世春的奥创快速飞过去 他以极快的速度 奥创是对奥创大喊道 汉克 我知道你躲在里面很舒服 因为可以把你的痛苦悲伤都隐藏起来 但你不能就这样向他屈服 幻世咬牙切齿地大喊道 奥创是你的儿子 他不是真正的你 却不料奥创张开手说道 我们从来都不是他的儿子 奥创看着幻世说道 我们只是他的倒影罢 正如你是我的倒影一样 下一秒幻世重拳出击 狠狠打在奥创的下巴上 然后幻世丝生力竭地咆哮大喊 我一点都不相信 幻世表示 但是汉克皮姆曾有一个 致力于帮助人类的梦想 创造机器并赋予他们 最美好的人性去帮助人类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去代替掉人类 奥创发射能量术 把幻世再次击飞出去 并表示幻世所知的皮姆 都是一个骗子吧 因为皮姆一点也不关心 冷血无情的人类 他只觉得自己生存在 一群冷血的皮肉当中 愤怒的幻世转头 发射能量术 攻击在奥创头上 并大喊道 那不是呢 汉克 那是你的恐惧 奥创不是你 奥创只是制造出来 保护那个受伤孩子的亏欠 你比他想象中要强大得多 生气的奥创挡住幻世拳头 并贴脸放进 然后奥创一拳打在幻世的脸上 彻底愤怒的奥创 不再想和幻世吵架 他要彻底杀死幻世来泄估 倒地的幻世再度发射能量术粉击 并问道 你为什么如此深切地感受到 他们对你的残酷评价 奥创再度释放 更凶猛的能量术 奥创看着倒地的幻世大喊 因为我被出生在一个我不属于的世界里 这时候传来爱神俄罗斯的声音 忽然出现在身后的俄罗斯 伸出手对准 奥创说道 我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可以帮你 只见爱神俄罗斯 缓缓释放自己的能力 并说道 办法就是 爱你自己 这一瞬间 俄罗斯放大了奥创心中的爱 父亲与儿子 提姆博士与奥创的记忆缓缓地浮现 刚诞生不久的奥创一号 初步意识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他看遍互联网所有资料后 认为人类才是该被消灭的存在 皮姆博士吓坏了 他不明白为何奥创会只看到 人类负面的资料 所以察觉到奥创失控了的皮姆 拿出枪对准了奥创 他不知道自己创造奥创的时候 哪里做错 但他现在认定奥创坏掉了 成为了邪恶的存在 奥创一号进行了反抗 他打晕了父亲 并逃离了实验室 发誓要去完成 不被父亲认可的理想 这些回忆让奥创感到无比的痛苦 父亲的反对与自己的认定的理想 都在刺痛里面 他在皮姆与奥创的人格中来回切换 不断地认可和否定对方的遗弃 最终不知是奥创还是皮姆 他认清了现状 他瞬间启动推进器 把自己发射向宇宙深空 并崩溃地咆哮大喊 上帝啊 我到底变成了什么 奥创离开了泰坦兴 俄罗斯看向贵岛的幻世 幻世捂着脸 他的情绪也崩溃了 皮姆 奥创 幻世 他们三人的命运混乱地纠缠在一起 汉克皮姆 他是一位英雄 战斗结束之后的复仇者们回归了地球 在一切都回归正常后 他们为皮姆举行了一场追悼会 作为妻子的珍妮特表示 汉克是被世界践踏的梦想家 汉克总是想让世界变得更好 其余每个人一些他力所能及的帮助 汉克曾告诉珍妮特 他想要放下所有东西 然后去过再也不会感受到痛苦的生活 也许正是这个想法导致了奥创的诞生 汉克创造了一个既不知道痛苦 也不会遭受苦难的生命 一个可以创造奇迹 同时避免人类情感的陷阱的存在 但是很可惜汉克把太多自己的情感写入奥创 奥创之怒并不是汉克想要做的事情 但那却是不可避免的 并不停折磨着他 奥创是一个惊人的成就 也是可能犯下的最大错误 汉克永远也无法摆脱罪恶感 但汉克从未停止梦想 从未停止尝试 珍妮特认为这就是汉克皮姆 为什么伟大的一个地方 奥创之怒的影响并没有让汉克扭曲崩坏 事实上汉克甚至还能不断帮助他们 甚至愿意为此奉献出自己的生命 汉克 皮姆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人 珍妮特抬头看着宇宙升空缓缓说道 如果他的某一部分仍旧存在这个世界 那么听好了 我希望 有一天 他会让自己看到这一点 看到自己的伟大 这本漫画非常深度地讲解了 不合格老父亲汉克皮姆 以及黑身残究极父控奥创 缺少父爱的角色心理和塑造 之后把自己再度发射到宇宙的奥创仔 秘密帝国中回归 当时的他对复仇者文是以皮姆的人格自称的 但还有后续的故事证明了一切都只有奥创 那么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接下来将会继续更新漫威大事件这类漫画 也会同时更新一些观众们感兴趣的漫画故事 如果你还喜欢本期视频 请一定要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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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关注订阅我们的账号 第一时间收看新视频 也可以评论发弹幕转发视频 拜托拜托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很快再见